2018赛季中超连赛第16轮继续进行,上海上岗迎来了对阵大连一方的焦点大战,此前双方曾交手一次,上海上岗是大胜大连一方,如今再度交手,大连一方做足了准备,经过90多分钟的激烈对抗, 大连一方凭借卡拉斯科的进球,以一笔零击败上海上岗,一直实现了惨败八球的复仇,从大连一方全场的表现来看,铁筒阵是比赛的核心战术,不得不承认,大连一方主教练书斯特尔,吸取了宝贵的经验,面对顶级强队的进攻,必须用密集防守来应对,硬碰硬是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。 所以,大连一方击败上海上岗并非没有原因,从当前积分榜的排名来看,上海上岗错失挺进前二的机会,而广州恒大则逐渐追赶上来,对于大连一方而言,位列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仍然非常危险,降级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, 虽然大连一方实力有所欠缺,但是却成功击败了恒大和上岗,成为了中超连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接下来,大连一方还需要去努力保极,以便于打出球队的真正价值。 接下来,大连一方还需要 Hit10,以便于打出球队的接ket头。